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传奇女性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探索深海的先锋 谢尔维亚 鄂尔的早年探险 二 海洋生态学的守护者 鄂尔的科研成就 三 唤醒环保意识 谢尔维亚 鄂尔的全球影响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探索深海的先锋 谢尔维亚 鄂尔的早年探险 好的 让我们潜入深海的神秘世界 探索一位名叫西尔维亚 鄂尔 斯尔维亚尔的 海洋女侠的早年探险故事 西尔维亚 鄂尔 这位海洋学界的摇滚明星 不仅是一位科学家 探险家 还是一位无谓的深海潜水员 她的生活比大多数人的 浴缸里的橡皮鸭子更加精彩 出生于1935年的鄂尔 从小就对大海充满了好奇 她的童年比海绵宝宝还要海洋 她在新泽西的农场长大 但总是梦想着海洋的奥秘 她的第一次潜水井里 据说是在她家后院的池塘里 穿着自制的潜水装备 这个装备可能看起来像是从 星球大战的道具件借来的 但它激发了她对海洋的无限热情 快进到1960年代 当时的深海探险还是男性的游戏场 但鄂尔却毫不畏惧地 跳进了这个游戏 她不仅是一位潜水员 还是一位科学家 她的研究帮助我们理解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她的第一次深海探险是在1964年 当时她参与了一个名为Tactact Project的任务 这个项目让科学家们能够在海底生活和工作 以便更好地研究海洋生物 想象一下 和鱼儿做邻居 和珊瑚共进晚餐 这听起来就像是海底版的老友记 1970年 鄂尔成为了第一个使用James潜水服的女性 这个潜水服就像是一个个人潜水艇 可以让潜水员在深海中自由行动 她在这次潜水中创下了女性个人潜水深度的世界记录 下潜到了海平面下1250英尺 约381米 这个记录就像是海洋版的登月 只不过它是向下而不是向上 鱼儿的探险精神和对海洋的热爱激励了无数人 她不仅是一位科学家 更是一位教育家和环保主义者 她的工作提醒我们 深海不仅仅是一片神秘的蓝色领域 而是地球上生命的摇篮 值得我们去探索 尊重和保护 所以 下次你在海边踏浪 或者在水族馆看雨时 想想希尔维亚 鄂尔 她可能已经在那些深海的暗角落里 和一条鱼卧过手 或者和一只章鱼共舞过 她的故事提醒我们 无论是陆地上还是海洋深处 都有无尽的奇迹等待我们去发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海洋生态学的守护者 鄂尔的科研成就 各位同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海洋生态学界的一位传奇人物 鄂尔教授 鄂尔教授不仅是海洋生态学的守护者 更是海底世界的超级英雄 如果海洋生物能够颁奖 鄂尔教授的壁炉架上 肯定摆满了最佳人类朋友奖杯 首先 我们得承认 鄂尔教授的科研成就比海里的严厉还要多 他的研究覆盖了从微小的浮游生物 到巨大的鲸鱼 从海洋植物到深海的奇异生物 他的工作不仅增进了我们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理解 而且还帮助我们认识到了保护海洋的重要性 鄂尔教授的研究方法也是别出心裁 有一次 他为了研究深海生物 竟然自己设计了一种潜水服 可以抵抗极端的水压 这种潜水服被他戏称为铁人装 穿上它 鄂尔教授就像是海底版的钢铁侠 深入海底与章鱼握手和鲨鱼自拍 甚至还和一群深海鱼类组成了临时乐队 演奏了一场只有海豚能欣赏的音乐会 不过 鄂尔教授最引以为傲的成就 莫过于他在海洋保护区建设方面的贡献 他曾经说过 如果你想清洁一条河 不要只是站在河边拿网子捞垃圾 你得上游去找出谁在网里扔东西 基于这样的理念 鄂尔教授不仅在学术上发表了大量关于海洋保护的论文 还亲自下海参与清理海洋垃圾 推动了全球多个海洋保护区的建立 他的工作让人类意识到 海洋不是一个无底洞 我们扔进去的塑料瓶和化学废料 最终会以某种方式回到我们的餐桌上 鄂尔教授的努力 让海洋保护这个概念 从学术圈走进了公众视野 甚至变成了孩子们的热门话题 现在的小朋友们 可能比较难理解为什么过去的人 会把海洋当成垃圾场 这正是鄂尔教授成就的最好证明 总之 鄂尔教授的科研成就 和他对海洋的热爱 让他成为了海洋生态学界的明星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能成为地球的守护者 哪怕是在深不可测的海洋深处 下次当你在海边 享受阳光和沙滩时 别忘了向大海致敬 因为那里 有着像鄂尔教授这样的守护者 正默默地保护着海洋的健康和美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唤醒环保意识 希尔维亚 鄂尔的全球影响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希尔维亚 鄂尔 因为不仅以他的潜水头盔深入海洋 而且还深入 人们心灵的海洋学家和环保先锋 首先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 一个女士穿着厚重的潜水装备 像一个来自深海星球的使者 悠然自得地与鲨鱼共舞 与章鱼握手 甚至还和鲸鱼交流 这不是科幻电影的情节 这就是希尔维亚 鄂尔的日常工作 她不仅是一位科学家 更是一位海洋的诗人和外交官 她的工作地点 通常在人类的脚步难 以及的深海世界 希尔维亚 鄂尔被称为深海之女 Her Deepness 或者活在的传奇 Living Legend 这些头衔听起来像是 她在海底找到了不老权 但实际上 她的传奇之处 在于她对海洋的深刻理解 和保护海洋的不懈努力 她曾经说过 我们需要尊重海洋 就像我们尊重自己的母亲一样 这句话简单而深刻 提醒我们所有人 地球上70%的表面被水覆盖 而我们对这片广阔蓝色领域的了解 却少得可怜 鄂尔的全球影响力 来自于她在海洋研究和保护方面的持续努力 她曾领导过100多次海洋探险 发表了200多篇科学论文 还曾担任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的首位女性首席科学家 她的工作不仅仅是科学研究 更是一种呼吁 她通过Teddy演讲 书籍 电影和公共演讲 向世界传达海洋保护的重要性 有趣的是 鄂尔的环保意识唤醒方式 有时候像是一场深海版的谍战电影 她曾经在一个名为Mission Blue的计划中 将自己和其他科学家潜伏 在海洋中 以便更好地了解和保护这些脆弱的生态系统 她的目标是创建所谓的希望质点 Hope Spots 这些是海洋保护区 旨在恢复和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鄂尔的影响力还体现在 她对年轻一代的启发上 她经常鼓励年轻人探索和保护海洋 她说 每个潜水员都是一个探险家 她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信念 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环保的英雄 哪怕是在自己的浴缸里 总之 希尔维亚 鄂尔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环保活动家 她还是一位激情澎湃的故事讲述者 用她的故事和行动 唤醒了全球对海洋保护的意识 她的生活和工作提醒我们 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我们这个蓝色星球的健康 毕竟 正如她所说 没有蓝色 就没有绿色 说到深海探险的先锋 希尔维亚 鄂尔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海洋女侠 她不仅是一位科学家 探险家 还是一位无谓的深海潜水员 她的早年探险故事 就像是一部海洋冒险片 让我们感受到了深海的神秘和奇幻 鄂尔的早年探险经历 从她童年的池塘潜水开始 简直就是小露西的海洋版 然后她参与了Tech Type Project的任务 甚至穿上了像个人潜水艇一样的潜水服 下潜到海平面以下的1250英尺深处 这些经历不仅让她成为了海洋探险的先驱者 也使她的探险精神和对海洋的热爱激励了无数人 诺尔的科研成就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她的研究范围广泛 从微小的浮游生物到巨大的鲸鱼 从海洋植物到深海的奇异生物 她的工作不仅增进了我们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理解 而且还提醒我们保护海洋的重要性 她的深海潜水装备和对海洋保护区的贡献 更是让她成为了海洋生态学界的明星 鄂尔通过她的工作和演讲 唤醒了全球对海洋保护的意识 她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她的科研成果和环保行动上 还体现在她对年轻一代的启发上 她鼓励年轻人探索和保护海洋 让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可以成为环保的英雄 最后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深海探险和海洋保护 你们有什么样的热情和观点呢 让我们一起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啊